今天要來跟大家開箱這一款古傳導耳機 那這個呢其實我在之前就用過他們家產品 但這次很特別我跟他們要來開箱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這次Aftershocks這個牌子跟環法這個品牌做聯名 所以他整體設計都是以環法的這個元素來加入 那重點是他這一次的這個耳機也是他們最高規格的版本 也就是AS800的這個型號 那可以透過古傳導耳機來做藍牙耳機的連動 那我們就趕快來開箱 再來跟大家仔細的介紹他的詳細規格吧 那我們就來打開他吧 看一下 不知道裡面會不會噴裝 應該不會吧 小心翼翼 打開囉 真的會噴 它裡面就會有 它裡面就會有像這樣兩個組合 那可以看到這邊就是耳機本體 這邊呢就是這次限量盒裝所推出的一個限定紀念帽 這個帽子呢我覺得大有來頭 一定要跟大家好好介紹一下 大家有看到前面這邊 前面這邊是他的親筆簽名 但是是刺繡版本 所以這邊就是這個非常厲害的選手Chris 他拿過四次緩發冠軍 然後一次的緩翼冠軍 跟兩次的緩翼冠軍 所以看到這邊有四條黃線 黃線呢就代表他拿過四屆的緩發冠軍 然後兩條紅線 紅線就是拿過兩次的緩翼冠軍 跟拿過一次的緩翼粉紅衫的冠軍 所以他可以說是非常厲害 然後上面有他的名字 這是這次啊在活動當中 特別贈送的這個專屬的紀念帽可以選 好啦那這些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們要來開箱 這是耳機的本體啦 那我們就來直接把它開箱看一下裡面耳機本體吧 我之前其實有用過他們家其他的產品 那我用的是游泳的 就是AS700系列 那那個系列呢 他是一個屬於MP3內存的模式 就是他可以把MP3暫存在裡面 那暫存在裡面的功能就是你下水之後 因為你會在水裡藍牙會斷線 這個時候你的耳機跟手機的連線就會有點斷控 那如果你有就是游泳的需求 你就可以選擇那個MP3版本 那這次跟大家介紹的這一款呢 就是屬於藍牙耳機的模式 把這先放旁邊 有沒有看到 AfterShot跟PowerDefense 就是這個環法的這個logo 聯名款 我們就來打開它吧 Be Open 一系列都是他的帥照 但是今年我記得他已經換隊了 沒有在這個車隊 所以這是他之前比賽的照片 Be Open 為什麼他一直叫大家打開呢 因為耳機本體就在這裡 我們小心翼的把它拿出來 OK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他這次 產品的裡面有什麼配件吧 這個地方應該是配件 把我們把它拿出來 這就是一個盒子 一樣會有一個像這樣的 就是防水包的設計 然後他就可以讓你 直接磁吸的喔 直接可以吸住 然後把你的耳機收納在裡面 那裡面呢 會有一些像是充電線 傳輸線 還有一個我覺得蠻重要的 就是他附了一個耳塞給你 因為其實在古川島的耳機啊 有些人會比較不適應 因為你在耳朵沒有塞的情況下 他是透過這個骨頭的共振 在你的耳朵旁邊這邊做 一個聲音的傳導 那有些人在這樣的情況 其實是會不太習慣 外面聽得到聲音 但是又有音樂的聲音 所以有些人在佩戴鼓傳導耳機的時候 就會使用像這樣的耳塞 把耳朵塞起來 然後讓聲音的傳遞可以更加的清楚 我們來開耳機的本體吧 把它撕開來 它的本身就長這樣 然後有看到這個 它的Logo Power Be Friends 那它的外觀呢 其實就是長這樣 然後它包含了上面會有一個 這個按鈕 這是一個接聽鍵的按鈕 然後下面這邊 就是它的聲音控制大小聲 還有主機開機的按鈕 那旁邊這邊呢 就是它的電源線 那它也有達到基本IP67的防水功能 所以它的這邊也是磁吸式的充電頭 所以就不用擔心會有進水的問題 那佩戴的方式其實也很簡單 你只要把它這樣掛在耳朵上 然後這兩顆就會在你的耳朵前面 在這個地方 那像這樣就會有一個達到骨頭 可以跟這個耳機傳到共振的效果 會有聲音出現 那按鈕的部分啊 這邊有一個接聽鍵的按鈕 右邊這邊就會有大小聲可以去控制的按鈕 那一定會很好奇 為什麼這一次的這個配色是做黃色的呢 大家應該也猜到啦 因為環法冠軍就是黃衫嘛 所以他們很多主題色都是用黑黃的配色來做一個搭配 所以這次的耳機也採用像這樣的設計 就是一個 可以跟這個Chris一樣帶上黃衫的這種感覺 那我們實際來使用一下 試試看吧 好我們現在就來跟大家實際操作一次 它實際的這個按鍵有什麼功能吧 那在左耳的這個耳朵前面這個按鍵 就是播放鍵 那它按一次呢是播放 也是暫停 那按兩次它就會直接跳下一首 按三次它就會跳上一首 那如果呢你是長按再放掉 它就會出現 黑Siri 那在右邊這邊呢它有兩個按鍵 第一個按鍵是大聲 第二個按鍵是小聲 按往下就是變小聲 然後往前按就是變大聲 那它的大聲的按鍵呢 也是兼具了這個開機的按鈕 所以如果你要關機 你只要長按這個加的這個符號 長按 然後它耳機就會跟你講 它就是稍微震動 然後跟你說關機 那音質表現來講 我覺得整體來說 它不會是 一般在古傳達耳機來講 就不會特別去追求音質啦 因為這個就是 我們在訓練或運動當中 就是一個很可以牢固 固定在你耳朵上 然後給你一個有效的聲音 你不用去拿手機就可以操控之外 那最主要就是它的音質 是透過震動來傳遞 所以音質一定沒有辦法像耳機 來得這麼渾圓 因為它是透過你的頭的這個共振產生 所以每個人頭大小不一樣 聽出來的聲音可能也會不太一樣喔 那重點是 它可以有一個很好的這個 穩固效果 就像這樣帶著 我怎麼晃啊 跑步什麼 其實都不快會掉 然後騎腳踏車你這樣騎 你只要透過這個按鈕按鍵 就可以控制手機 我覺得這樣是非常方便 也比較安全 因為你耳朵還露在外面 你不會因為你耳朵塞住耳機 然後就聽不到外界的聲音 然後這個時候騎乘或運動 跑步當中可能就會比較危險 所以這也是我覺得 鼓傳到耳機 蠻推薦給大家的一個地方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一支 Aeropex的這個開箱介紹啦 那這款耳機其實我之前真的就有用過 但是那時候沒有特別拍成影片 因為那時候拿的是另外一款 是可以把它用MP4的音樂 直接輸入在耳機上 它就不需要跟手機連動 但我覺得用到後來 如果有一支像這樣的藍牙耳機 其實也很方便 因為你就不用怕 你可能運動當中會碰到雨啊 或是什麼 然後它又可以很有效的 扣住你耳朵 然後你也不會聽不到外在的聲音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講 還蠻推薦給大家 如果你有興趣啊 可以點擊下方資訊連結去看一下 然後也很開心這次他們可以提供我這個 跟環化聯名的這個版本 我覺得顏色真的是超級帥 好啦以上就是這支為大家詳細的開箱介紹啦 那這次我也特別幫大家爭取的這款耳機 可以抽獎給各位 那該怎麼抽呢 你只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按讚這支影片 最後在下方留言 鼓傳導 我選AfterShop 只要完成這三個步驟 你就有獲得抽獎資格喔 那如果你是我們的頻道會員 你就會有三張抽獎券 所以這次啊 我們頻道會員的抽獎機率就會大大提升 不管你加入什麼層級的頻道會員 都可以獲得三張的抽獎券喔 這樣就可以大大提升大家中獎的機會啦 好啦 趕快留言 我們將在1月6號抽出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唉 這個耳機真的是很不錯耶 我覺得我剛剛騎這個 至山路的路上啊 因為剛剛好有人打電話來 然後他這邊其實就有個按鈕 你可以直接按下去就接頭 但我覺得在音質表現上 你都還聽得清楚 就是對方在講什麼 但我不確定他會不會聽不清楚我在講什麼 因為我看麥克風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收音我不確定會不會有很大的風聲 這當然就是要實際試過再知道 但在音質表現上啊 其實你在騎乘當中 你的播放這個按鈕按下去之後 其實你的音樂還是很清楚在你耳朵旁邊 就是會有聲音 但你的耳朵是落在外面 所以他其實聲音是傳達到直接到頭腦裡面 你就其實還是可以很清楚聽到 後面有車不管是右邊或左邊 都很明顯 那就比較不會有這種安全上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蠻推薦給 如果你是想找一款你在騎乘當中 可以比較安全騎在 例如說是城市當中啊 然後可以很清楚聽到周圍聲音的話 或許鼓傳達耳機可以是你很好的選擇 而且剛剛在一些比較抽車 或是速度比較快的路段 其實他都可以很牢固的 貼在你耳朵上 不會因為你速度比較快 就會有晃動掉下去的可能 好啦 以上就是這支影片 跟大家分享這個騎乘心得啦 記得我們這支影片有抽獎喔 我是我的嘉然隊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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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